到市场买完菜要到地下停车场开车回家 或是二楼活动中心办活动以及供托接送 不少长辈或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经常会使用电梯 使用率相当的高 不过这坐在中后市场的电梯 从启用时一直到现在已经17年 前阵子故障率高甚至还曾经一天坏了两次 都有民众受困在里面 也让民众直说应该赶快修一修 免得哪天搭电梯遇到故障真的很可怕 经过了解那他不是单一的个案 而是可能当天就有两期 那之前短时间内两个月前又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那希望我们市场处有一个短期跟一个中期的一个改善方案 因为现在可能年底的要临时交代来换这个电梯 可能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求我们的市场处 加强我们电梯的一些检测的频率 包括他一些坏掉的零件 这些消耗品 我们就还没有异常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定期的来做一个态换 检测的时间也从一个月一次 变成两个礼拜一次 加强我们的电梯一个保养 已经差不多到了使用年限 再加上之前设置疫苗站使用频率很高 电梯老旧容易故障 也担心再有民众受困 所以新北市议员廖先祥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进一步检测电梯安全问题 也增加保养的频率 保养只是短期的一个措施 长期的时候 因为这座电器已经17年了 那使用频率非常高 除了市场地下赛还有停车场 那二楼还有公托 那当初汽车的疫苗站也在这边 所以它的使用量是非常大的 那可能磨损耗损的情形也是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市场处 那也要尽快的来把我们的这座电梯 来做一个态换 因为一般来说公家机关的电梯的使用年限是15年 这座电梯已经17年了 现阶段先请包商增加保养检测的频率 该换的零件就要更新 至于长远之际 也希望能够将电梯更新 保障民众使用安全 这条惠林希致采访报道